唐小舟又接了两个电话,想到古瑞丹可能回短信了,就翻开,看到两条,最上面一条是你说话呀,再看前面一条,我的短信中说了呀,你没看吗? 他一阵心烦呢,很想不理他,转而一想,这他妈算什么事呀,原本想好,只要自己的事业有了转机,立即和他离婚呢,可现在事业确实有了转机了,他能离婚吗? 他刚当上省委书记秘书,就和老婆离婚,这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整个江南省都会骂他陈世美吧? 爸爸吧,只要他不提离婚,凑合着过吧,天下凑合的家庭多得很,又不多他一个,这样想过以后,拿过面前的坐机,拨通了古瑞丹的电话, 接起电话,古瑞丹也没有过渡,第一句就问,你到底去不去呀? 他莫名其妙,可还是耐着性子,去哪里呀? 我爸叫我们回家去吃饭,瑞安,瑞康和瑞平都回来,舅舅也过来,你有没有看过我的短信呢? 哎呀,这一天我接了几百个电话,手机里还有几百条未读的短信,他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的,毕竟他无数次给他打过电话,都是战线,便说 那你忙,我就不多说了,晚上你是自己过去呀,还是我们一起走啊? 嗯,晚上我去不了,我这里还有事呢? 古瑞丹一听,顿时又烦了 你的事儿,你的事儿,你只知道你的事儿,难道我的事儿就不是事儿吗? 想象之中,唐小舟已经愤怒到了极点,扑向了古瑞丹,猛抽他几个耳瓜子 古瑞丹疼得满地打滚,跪地告扰 可在电话里,他能做什么呢?甚至不能和他吵 他冷冷地说,我这里还有事儿,先挂了啊 也不管古瑞丹的反应,立即挂断了电话 若是从前呢,他这样挂断电话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 如今,他才不管会引起什么后果呢 用脚想也清楚古瑞丹的晚宴是怎么回事儿 唐小舟当省委书记秘书,二号首长全省第一大秘啊 古瑞露脸了,古瑞的三姑六婆大概都想让唐小舟提歇一把 三点到四点,大约有一个小时,电话轰炸减弱了 唐小舟以为,该打的电话已经打过了 当秘书第一天的电话灾难也宣告结束了 可实际上,他的想法未免太过一厢情愿 随着晚餐时间的到来,电话再一次多了起来 这时候打电话的,是与他有些关系的 他们的目标也都极其一致,约他吃晚饭 这些电话中甚至包括雍康九夜的吴三友 接到吴三友的电话,唐小舟感慨非常深 昨天,他到雍康九夜采访,吴三友对他极不友好 出言威胁,因为唐小舟非常强硬 他便使出了另一招,直接给赵士伦打电话 事情才不过一天,一切都变了 吴三友主动打了电话的时候,语气极其的恭敬 唐小舟因此想,现在通讯手段真是太令人惊讶了 才不过几个小时时间,这个消息不仅传遍了整个江南省 很多他从未听过的名字,从未见过的人 连他的电话都摸得清清楚楚 下午还有一个电话需要提到 接近下班的时候,唐小舟离开之前 给黎兆平打了个电话 他的电话成了热线,黎兆平大概排不上队 如果自己不拨过去,彼此很难联系的上 黎兆平接到他的电话,告诉他已经订好的房间 并且问他是否需要接 唐小舟自己有车,虽然不好,却还可以用 以后跟着赵德梁,用车的机会不多了 唐小舟问黎兆平,都有哪些人参加呀 黎兆平说他不想约更多的人,只约了一个美女 如果唐小舟有美女,就更好 如果没有,他可以从电视台带一个女主持人过去 唐小舟想了想,正好可以约徐雅公,就拒绝了 结束通话,准备给徐雅公打电话 桌上的座机电话响了起来 唐小舟正接一个电话,他一面和对方说话 一面看号码显示,他能认出这是省政府的电话 却无法判断到底是哪一间办公室打来的 他对着手机说 对不起啊,省长有电话进来,可能找赵书记有事 我们再联系啊 挂断手机拿起听筒,说了声你好 传来的却是一个浑厚的男中音 是小唐,唐小舟吗 这个电话有些不同 以前几乎所有人都叫他小唐 或者叫他唐大记者 今天一整天叫他小唐的还没有一个 最多的称呼他二号首长 现在遇到一个叫他小唐的 他还有点不习惯 是的,我是唐小舟 请问你是哪一位 啊,我是彭清源啊 唐小舟第一时间并没有想出对方的身份 不是他不知道 而是没料到 彭清源是常务副省长 曾经一度很有实力竞争省长的 只不过 以谁都说不清的原因输给了陈运达 彭清源是省房总的常务副总指挥 每年训期都是彭清源最忙的时候 唐小舟也都会在每年跑抗洪新闻 省级领导中他最熟悉的就是彭清源了 可这种熟悉很难说交情 彼此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他完全没想到作为常务副省长 竟然会主动给他打来电话 好在唐小舟的反应非常快 很快判断出 这个彭清源就是常务副省长 他立即说 哎呀,手掌好 怎么样啊 哪天有时间一起钓鱼吧 当上赵德良的秘书之后 钓鱼的时间绝对不会有了 彭清源能够将电话打到这间办公室 说明他对自己的新职务是非常清楚的 也对他将来的工作情况十分清楚 既然清楚 却又说出一起钓鱼这样的话 就绝对不是一种假客套 以他常务副省长的身份 完全没有必要和他这样一个小秘书玩磕头 这只能说明一点 彭清源其实是在向他示好 自然也是在向赵德良示好 唐小舟自然不好说着 只是对彭清源说 哎呀,太好了 手掌哪天有兴趣啊 告诉我一声 我一定奉陪 哦,那好 就这样说定了 与彭清源通电话的时候 手机一直响个不停 唐小舟接了整整一天的电话 知道这些电话没有重要的 便不再去接了 而是拿起坐机话筒 拨了徐雅公的电话 徐雅公不熟悉这个号码 懒得接 一直到自动挂断 唐小舟按下重拨键 再一次让音乐铃声响起 几乎到了最后时刻 徐雅公才接了电话 很慵懒地问 喂 唐小舟说 记住 这是我办公室的电话 以后响铃不准超过三声 超过三声而不接 我再也不给你打电话了 徐雅公并不生气 而是惊喜地叫道 师父 是你啊 你怎么还没下班啊 唐小舟不答他 而是问道 今天晚上 你有什么安排啊 有一个朋友约我去吃饭 哦 这样啊 那算了 他的话音刚落 徐雅公立即说 你现在给我打电话 是不是准备 让我给你开欢送会呀 是啊 可你已经约了人了 只好算了 约了人算什么呀 所有人都得给我师父让路 你说吧 在哪里 唐小舟告诉他 在洗来灯的房间号 徐雅公兴奋地说 好啊 我现在立即过去 赶到的时候 黎兆平早已经到了 除了黎兆平外 房间里还有两个女人 一个自然是徐雅公 另一个 唐小舟也认识 名叫乌丹 说认识有点夸张 唐小舟认识他 他并不认识唐小舟 乌丹是江南省的大名人 雍州电视台当家花旦 第一美女 雍州男人的梦中情人 唐小舟进来 乌丹和徐雅公都站起来迎接 这个小细节 没能逃过唐小舟敏锐的眼睛 若在以前 他肯定捞不到这样的待遇 别说乌丹这位 雍州第一美女 不会正眼看他 就算徐雅公这位学生 也不会对他如此恭敬 由此他想到很多人架子端得挺大 却并不知道让他端起来的是权力 地位和金钱 人本身其实屁都不值 黎兆平并没有站起来 他端端正正的坐在那里 待唐小舟坐下去之后便说 小舟啊 你要注意不慎啊 唐小舟莫名其妙 男人的肾很敏感 他不好接枪 只是望着他 等他往下说 黎兆平果然说了 你想啊 从此你天天都要日理万机 你的肾怎么受得了呢 唐小舟明白了 话语虽然带色 却是表示对他的关心 所以说道 还说呢 我被你害了 他掏出手机 只给黎兆平看 两块电池呢 只剩下一格电了 黎兆平说 哎呀 确实辛苦你了 然后他转向了徐亚公 亚公啊 还不主动点 替手掌按摩一下 徐亚公一点都不扭腻 站到唐小舟的身后 将一双玉手放在他的双肩上 开始替他按起来 到底是搞运动出身 徐亚公对于按摩很内行 让唐小舟颇为受用 趁着徐亚公给唐小舟按摩的时候 李兆平从身边的椅子上 拿出一个方方正正包装好的礼品袋 扔在唐小舟面前的桌子上 唐小舟像是身体的某一个部位 被蹚了一下 身子迅速往后一缩 得知当上省委书记秘书的那一刻 他就曾暗暗告诫自己 这是人生的关键时刻 绝对不能因小失大 再不能像从前那样大大咧咧 遇到任何事都必须小心谨慎 成惶成恐 如履薄冰 对待女人如此 对待礼物更应如此 尤其是礼物 任何人送的都不能收 他之所以定下这么个规矩 还因为清除古瑞丹的为人 不立规矩 这个女人绝对会将她给卖出个大树木 让她没想到的是 才刚刚开始 朋友便给自己送礼了 这是什么呀 李兆平果然与众不同 他不说你看看就知道了 也不说一点小意思 而是说 一个公文包和一块手表 你现在正需要这两样东西 公文包装必要的文件 手表看时间 你的时间必须精确到秒 所以一块走时准确的手表 绝对需要 但是你又不能太张扬 一切只能低调 无论是包还是手表 都不能太好 比如LV 你绝对不能拿出去 太招眼了 但又不能太差 太差了 诗的不是你的面子 而是书记的面子 我想这几天 你肯定忙得屁股冒烟 既不可能去商场挑选 家里又没有现成的 我在办公室里翻了一下 还好 恰好有这两样东西 比较适合你的身份 随后 他并不给唐晓舟拒绝 或者客套的时间 将话题转换了 指着乌丹说 乌丹小姐 不需要我给你们介绍吧 如此一来 唐晓舟无论是拒绝还是感谢 都没有机会说 值得收下了这两样礼品 他暗自想 这个李兆平 人家说他送礼 很有一套 看来不假呀 他送出的东西 让你心服口服 没有拒绝的理由 他转向乌丹说 哎呀 天下无人不识君嘛 乌丹小姐 你好 我是唐晓舟 乌丹极其乖巧地说 唐哥 你好 以后要请你多关照 唐晓舟 唐晓舟觉得这话说的特别 他有李兆平关照 何须自己关照 再说了 想关照他的人 能排成一条雍江 怎么着也轮不上自己 哎呀 能关照一定关照 只怕我想关照 却关照不上 黎兆平 却接过了话头 哎 一定能关照得上 你想啊 今天为什么那么多人 给你打电话呀 还不是因为你是大老板 和所有人之间的 一座独木桥吗 谁都想挤上这座独木桥 去享受一点 大老板的阳光雨露 以后啊 我和乌小姐 若想享受大老板的阳光 不一样要挤你这座独木桥吗 对于这一句话 唐晓舟并没有立即回答 大老板和黎兆平是大学同学 赵德良 大黎兆平八岁 一直很喜欢这个小弟弟 关系非同一般 如果黎兆平要挤这座独木桥 那是一定没有问题的 乌丹就不同了 她是知名女人 这种女人是官场地雷 她唐晓舟又怎么敢轻易 让她挤上自己的独木桥 到达大老板的彼岸呢 弄得不好 大老板一发怒 就将她这根独木 拆成八截了 她转了一个话题 对黎兆平说 怎么还不上菜啊 你要饿死我呀 话音刚落 乌丹站了起来 向门口走去 唐晓舟的目光追随着她的背影 心中某一处冬了一下 这个女人果然是个妖物 不仅那张脸漂亮 那双眼睛生动 看她这身材 尤其那屁股走动的时候 滚动着 有一个男人 谢谢 感谢观看